來 第一回合即將開始 十五萬的智慧金幣 放在二十四個信箱 這回合獎金都不太高 只有大概五六個有超過一萬 所以要習慣 準備 菜準備 請助理 現在醫學系選專科 加一科還是皮膚科 往往是最熱門的科別 請請答案 來 黃昭勳 我的答案是皮膚科 為什麼不是加一科 因為我當年很想選皮膚科 因為你想選皮膚科 對 其實它是個比較 健保稀缺的科別 所以他們在開業上 會相當的有優勢 那我本身有皮膚科 我們在開業上 我們選地點 我們還要去顧及到 當地有沒有其他的 同行競爭這樣 請你介紹 果然是皮膚科 為什麼 好 可以看到 其實醫學系他們要選專科 對他們來講 很多的人會覺得 這些大科比較不想選 比如說耳科 一般的外科 內科 或者是急診 因為它的工時比較長 所以也比較辛苦 所以大家往往在受訓的時候 就撐不下去 那大家最喜歡 而且覺得最熱門的科系 其實第一名 就是皮膚科 那接下來是眼科 耳鼻喉科 腹腱科 骨科等等 那當然皮膚科 還可以再做一些 這個簡單的療程 那也對於很多醫生來講 會覺得是很 吸引他們的一個專科 你答對了 你來選智慧心碧 來 黃昭勳加油 我的選擇是八樓之六 八樓之六 不覺得長得很香 嚴謙好 帳單嗎 準備開箱 兩千塊 恭喜 躲獲帳單 再出 下一題 酒精乾洗手 可以清除流感病毒 還是懦罵病毒 請去拿 蔡松恩 我們答案是 流感病毒 跟懦罵病毒的差別在哪裡 因為兩個的 應該是它的那個是 DNA跟RNA 那個光膜不太一樣 我覺得它的那個 因為酒精乾洗手 它是屬於一種乾式的 所以它並不是有肥皂那些 所以他們其實對 那個病毒的 套膜成分會有不一樣 如果套膜不一樣的話 它能夠消滅的病毒 就會不一樣 會不會說得太冷門的 這個字眼 套膜 病毒本身外面有一個 對 包覆的東西 酒精可以溶解它 對 讓細菌可以死掉 對 那像一些 像懦罵 像那個腸病毒 他們就不吃這一套 因為他們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它就算 你酒精來我也不會死 流感病毒 流感病毒 請介紹 好 其實呢 帶有外套膜的這些病毒 用酒精呢 是可以消滅的 像是新冠病毒 或是流感病毒 麻疹病毒 泡疹病毒 那如果是沒有外套膜的病毒 像是腸病毒啊 諾罵病毒啊 以及這個A型肝炎的病毒 腺病毒 這些東西的話 是沒有辦法靠酒精消滅 那它就必須要用漂白水 來進行消毒 甚至說漂白水要稀釋多少啊 好像是什麼一比一百 我講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你買一個寶特瓶 礦泉水寶特瓶 那個瓶蓋裝漂白水 倒進去之後 剩下來全都裝水 那就對了 搖一搖 完成 就那個瓶蓋 就那個瓶蓋的漂白水 倒到礦泉水裡面 你說是大瓶的吧 小瓶的 小瓶的 來 瀏感病毒 蔡松恩 請選擇 選 六樓之六 六樓之六 很迷信喔 來 幹箱 蔡松恩 你真的是個好人 他是個值得交的朋友 因為他抽到自己的帳單 等一下 他不假手他人 多好的一個人 你好狠的心啊 你知道要提供什麼帳單嗎 一個人提供三千到一萬 他提供九千六百塊 對 你太狠了 飯店住宿自食惡果 九千六百元 扣 還沒有出發就付得九千六 其他人繼續 蔡主祕 蔡主祕 下題 按摩蜂門穴 還是陽陵全穴來緩解呢 請拿 幾股神經科的如意傑 答案是 蜂門穴 看你講就知道 你不知道蜂門穴是誰 誰 因為穴 穴到沒有那麼熟 我以為是 王大 王大宇就會曉得 他一定知道 這兩個穴 你一定知道在哪兒吧 蜂門穴在哪裡 蜂門穴在我們頭的 正後方這邊 整骨的 對 整骨這邊 有機會 那另外一個 陽陵全在我們腳的 頸骨的外側這邊 然後大概四個 頸骨外側 對 然後膝蓋四指以下 然後頸骨外側 然後盤開一寸的地方 就給凹縫處 暗了之後會痠痠的 那就叫陽陵全 這不是竹山嶺嗎 對喔 對喔 沒有 那個 陽陵 剛說的是竹山嶺 然後陽陵全呢 是在我們的肥骨盤開 一直 我主持過健康節目 你知道嗎 我主持過一段不少的時間 不好意思 剛剛聽錯了 真的啊 請介紹 你不是說是整骨嗎 蜂羽 你不是說 你不是說蜂門穴在整骨嗎 對啊 對 但是如果是說我們一般的 筋膜方面的疼痛 我們會注重在我們陽陵全這個地方 因為它是整個 它叫做八會穴 可落枕在上頭耶 對 但是我們有時候 會用對稱的療法 由下面去處理 上面疼痛的問題 所以這種比較原始點的 對 對邊的是不是 對邊的處理 對 然後會讓脖子也可以鬆開 對 好 要跟大家說 其實剛剛陳哥有講到的 竹山嶺 它是屬於胃筋 那我們剛剛所說到的陽陵全穴 它是屬於胆筋 然後它的位置是落在這個小腿的外側 在我們的肥骨突起處的下方 那其實可以搭配這兩個穴位 同時一起去按 它其實能夠幫助我們 除了在這個消化的系統 有保健的溢出之外 也可以幫我們活絡筋骨 間隙 還有輸肝膽的作用 同時還可以緩解我們的膝蓋的疼痛 以及常常會有些落枕 抽筋 扭傷 都可以多搭配按這兩個穴位 再出 謝謝你 來 黃昭勳 我答案是色情狂行 色情狂 他指的應該是 作為自戀性能格吧 對 因為這個應該是 嫉妒型是比較是那種 會覺得說自己的另外一半有 就是出軌啊 對 疑神疑鬼 對 基督型會疑神疑鬼 對 所以色情狂行 會有愛戀感受的就是色情狂行 對 他會覺得說好像 比如說布萊德皮特 是我老公之類的 因為我經過類似這種 我是孫醫生的老公 是不是這一類的 是不是 類似 對 請揭曉 漂亮 好 確有妄想像 他分成很多不同的類型 像是我們剛剛所說的色情狂行 他就是會誤以為一些知名的人士 深深地愛著自己 然後有這樣的一個 妄想的一個症狀 那有的是誇大型 也就是他會覺得說 自己好像是 是有非常大的一個 權力知識身分 這樣子的一個特殊關係 而季度型比較好發於男性 那常常會一身一跪 覺得自己的另一半 對自己並不忠誠 還有被迫害型 也就是說會覺得自己 好像會受到別人的 某一種惡意的對待 那被下毒 被跟蹤等等之類的 那當然還有這種混合型 混合型多半都是 嫉妒型跟被迫害型兩種 或剛剛我們所說到的類型 去混合在一起的一個狀態 請再選擇 我的選擇是七樓之六 有多少在那邊 我想連成一線 透天是吧 邊尖好 邊尖好 邊尖 七樓之六 開箱 一萬六 你們要 你們要 這要開始搶了 好不好 你們可以開始玩了知道嗎 有 有 有 來 再出 下禮 感染肠病毒 D68型還是七一型 最容易導致嚴重的併發症 請下答 蔡松恩 好準 來 我的答案是七一型 請揭曉 這兩道差別在哪裡 尖好姐 好 要跟大家講喔 其實這個七一型跟六八型 都可能會有一些 腸病毒的重症 但是如果對比起來 腸病毒七一型 最容易會導致一些 嚴重的併發症 而且五歲以下的幼兒 是高風險群 那麼針對這個七一型的疫苗 其實已經上市了 但是價格不菲啊 因為一劑就要四千塊 而且必須要打兩到三劑 所以如果家裡頭的幼兒 如果發現他有腸病毒的症狀 而且很有可能是記憶型 或是重症的話 一定要及早就醫 然後去評估他需不需要 這個注射這類型的疫苗 來 西選擇 五樓之六 五樓之六 你們兩個之前認識嗎 沒有認識 請開箱 三千元 還有四十九秒 親愛的朋友 加油 請出帳禮 醫美的選到 答錯就糗了 我跟你講 來 不會 這個應該是冷凍減脂 會比較有效果 那什麼叫激凍減脂 激凍減脂就是 很激凍這樣 就躺著 然後它有一台儀器 電磁波 然後它會刺激 你的皮下的肌肉 就一直動 對 就是懶人的 然後我不動 他動這樣子 對 對 類似像這樣子的效果 但是如果說你皮下脂肪 比較厚的話 它要傳導到肌肉 就會距離比較遠 所以它對於肌肉 就會效果比較少了 所以冷凍減脂 對 冷凍減脂會比較有效果 請揭曉 講錯就糗了 我跟你講 不可能錯的 好 激凍減脂呢 它其實是透過磁力 讓我們的肌肉能夠進入到 一個運動的模式 所以基本上它會增加 我們的肌肉 還有有雕塑出肌肉線條的效果 但是如果對你這個脂肪 真的比較厚的人來講 它要達到減脂的效果 就沒有這麼的好 那冷凍減脂 它是讓我們的脂肪 就是處於 這個激度到-15度之間 而且長達一個小時 那當它一直處於 這樣的一個低溫 脂肪的細胞就容易會凋零 那在被我們的這個免疫細胞所吞噬 所以它就能夠達到減脂的效果 可是你要說冷凍減脂 它可以快速的降體重嗎 其實也沒辦法 因為這個7公斤的脂肪 才能夠減掉1公斤 這7公升的脂肪 才能夠減到1公斤的體重 所以基本上它也是比較 是這個雕塑線條上面的改善 請選擇 既然大家都往這邊選 那我選另外一邊好了 我會選七樓之一 七樓之一 準備開箱 好狠喔 買保健食品 李敏三 9970元 好狠喔 眼睛眼睛 人家9... 人家9000就夠狠了 你看9000 970啊 好狠喔 因為是一年份的 一年份 妳在吃什麼保健品啊 葉黃素 妳需要吃到葉黃素了 沒有啊 現在搭露3C 所以要保健眼睛 來 請出下一題 台灣醫院在921大地震 還是SARS疫情之後 幾乎全面取消 佩戴護士帽 請先來 被他搶到了 黃昭君 來 做話 我的答案是SARS疫情後 為什麼要取消 減少一些表面積跟一些會附著的地方 請介紹 真的耶 好 接下來我們都可以看到 都已經取消佩戴護士帽喔 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呢 是因為護士帽在過去啊 他會秀這個槓 那如果呢 是護理長就會有一條黑槓 那甚至呢 當你的年資啊 階級越高的時候呢 這個槓也會越多 那就會看得出這個階級 好像也並不是那麼的好 以及呢 護士帽有時候會不小心勾到 這個不管是窗簾啊 或者是點低價等等的喔 那到了2003年SARS疫情的時候呢 因為呢 在這個醫院裡頭的醫療人員 他們都必須要穿全套的防護衣 還有戴N95的口罩 那當然呢 就沒有辦法戴護士帽 所以後來呢 就索性把護士帽給取消掉了 請選擇 我的選擇是八樓之一 八樓之一 頂樓 這水塔邊耶 這是什麼 開箱 可以 2500年 就他一個人破兩萬 不得了了 妳什麼都要開始玩 黎明山 我剛剛都有參與 可是手比較慢一點 請出下一題 王大元 終於搶到了 來 通常鼻子有過敏的人啊 因為會一直是用鼻子這樣子 所以應該是鼻子有橫紋 請借腳 漂亮 好 通常我們有過敏性鼻炎的人 他會一直揉鼻子 所以我們可以常常看到 他的鼻子會有一些橫紋出現 然後同時是下眼瞼 比較容易會有這個散開的線 那他要稱之為是單迷視線 而且長期比賽的話 也比較容易會有黑眼圈 準備脫皮 來 請選擇 我選七樓之二 兩戶合併 對 開箱 不錯喔 七千元 恭喜 恭喜開箱 還有二十三秒 請出下一題 要在身高治療介入的話 建議男孩打九歲 還是十二歲時就診評估 請下拿 王大元 哇 來 好戲連台 說啊 我的答案是 十二歲 男孩是十二歲 那女孩啦 小女孩 女孩應該是九歲 男孩應該是十二歲 為什麼 因為男生的發育 可能會比較慢一點點 所以應該比較後面一點處理 十二 請列強 整天跟你說得 好的確 如果是長板開始閉合的話呢 那他就已經進入了 青春期的尾聲了 那因此在那個時候要去介入 就會有點燒丸 不過呢 比起女生呢 會有比較明顯的一些性徵 比如說 開始有胸部發育啊 或者是胸部呢 有一些腫痛的狀況 所以會比較容易可以覺察 而男生的發育啊 往往呢 他可能會伴隨 他的膏丸會變大 但是呢 這很難直接就看得出來嘛 所以因此會建議 如果男生呢 希望可以早一點呢 去介入他的這個身高 上面的一些補助的話呢 最好在九歲的時候 就可以來做一些 就診的評估了 謝謝 祝佳琳 低血壓者 飲食尚可以藉由吃 淡一些還是血一血 來提高他的血壓 請搶答 王大元按得很準耶 他都有按得奇怪 要說啊 低血壓的患者 應該要吃鹹一點 來提升血壓 那相反的 如果是高血壓患者 應該要吃淡一點 那讓你的血壓會比較控制 比較得淡一些 鹹的話比較能夠刺激血壓 應該是鈉離子的關係 它的關係 鈉離子 它會讓 就是我們在腎臟的時候 會把血液再 會把水分再多吸回來一點 所以當你水分比較多的時候 水管內水分沖多的時候 當然你的血壓就會高 你的血壓就會高 當你的吃得很鹹的時候呢 你的都比較淡的時候 當你的血管就稍微扁一點 因為它就不需要那麼多水分 去維持它的那個血液濃度 低血壓者吃稍微鹹一點 請介紹 隨便補充兩次 那應該講差不多了 好 對低血壓的患者來講呢 可以吃稍微鹹一點 增加它的血液當中的吶含量 可以讓它的血壓呢 稍微提升一些些 但是呢 不要過量 另外呢 也要多補充水分 再加我們的血容量 也可以呢 避免低血壓的狀況 還要避免 少喝酒啦 就是呢 這個少喝酒的話呢 也才可以避免掉這個酒精 會造成我們家具脫水的症狀 請選擇 想要風景好一點的 那八樓之三好了 準備開箱 還可以喔 六千 恭喜你們還有最後一題 女生加油 請出最後一題 請選擇 一米三開箱了 假設你就毀了 說話 三 二 三 三 二 你沒有足底筋膜炎對不對 沒有啊 你穿高跟鞋子沒有足底筋膜炎 有拇指外發的 沒有足底筋膜炎 足膏 請介紹 好 腳跟 好 足底筋膜炎呢 就是我們的這個足 足底筋膜 它是支撐我們足膜的一個位置 當它長勤呢 一直被拉伸的時候呢 就很容易會造成足底筋膜炎 而它的疼痛的位置 不是在足弓喔 而是在腳跟 第一回合結束 報告大家得分的情況 第一 明山 淡薄名利家園 然後 玄金 負的九千九百七十元 要謝謝他 黃如玉 從新開始 來 黃昭 黃昭勳厲害了 兩萬零五百元 然後曬松恩 負的六千六百元 黃大元 一萬三千元 兩位領先的黃昭勳 黃大元 掌聲鼓勵